有人估计,今年3月全国人大开会时可能会研究,是否应该废除参加BNO移民计划者的中国国籍及香港的永久居留权。 理据事案中国国籍法第9条,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,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。 中国不接受双重国籍,参加BNO移民计划的确可视作自愿加入申请做英国人的计划。 这样做的人可能不用等6年后正式成为英国人之后才丧失国籍,可能他们一逮捕英国参加移民计划,就被视作想做英国人,不想做中国人,因而自动丧失了中国籍。 单独来看,这种说法好仗言之成理,但放入今天香港的实际环境,应不可能在现阶段实施。 理由如下,一,中国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,但这条法例一直没有在香港严格执行。 现时,香港对议员,法官及公务员等,都没有如此严格的要求,照理论都未轮到普通小市民。 二,在刚过去的新春酒会上,中联办主任诺桂宁在发言时,还在三向港人保证,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不会变,大家习惯的生活方式不会变。 拥有外国护照与随时可以申请移民,都是大家习惯了的生活方式,其中不小也是基本法赋予港人的权利,估计中央不会随便改变。 三,若是现阶段去恐吓哪些有意参加BNO5加号一移民英国的人,或许可以防他们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,轻举妄动。 走的人少一些,北京在面子上可以好看一些。 然而,让这摩多对北京怀有敌意的人留在香港,对香港今后的发展并不见得有好处。 相反,这批反建制的激进分子走了之后,香港的建制派财更容易在各项选举中胜出。 此之所以,我不认为,在现阶段北京会要协费除参加BNO移民计划者的居港权。 当然,这只是以现时香港的情况去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,若然中英关系恶化,中国对英国的态度是可以出现很大变数的。 从英国日前撤销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举措来看,英国正紧跟美国的步伐要全面切割与中国的联系。 很明显,英国的对华态度与德法对中国的态度很不一样。 德法两国已表明,不会参与任何美国主导的旨在围绕中国的行为,但英国的取态却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。 因此,我预期中英关系今后有可能进一步恶化。 若是中英关系进一步恶化,移民英国的人得有心理准备,他们可能会在英国遇到更严重的排斥。 因为,对普通英国人来说,他们是分不清谁是香港人,谁是大陆人,可能会一概都会视作与英国关系恶劣的中国人。 英国近年的国力下降,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,排外情绪一定会越发严重,移民英国很难有好感受。